你吃完饭怎么不撒嘴 没这个习惯 那你感冒好了没 我没感冒 没感冒怎么流那么多鼻涕 谁说我流鼻涕的 你一样不撒嘴也没流鼻涕 那前两天刚买的纸巾 用哪去了 哥 最近我报了个幼儿方面的学习班 学到很多东西呢 能学到东西就好 我已经掌握了18种红宝宝的技巧 现在就差你给我找个嫂子 生个孩子了 你哥我已经掌握了180种 生孩子的技巧 现在就差个女人了 晚上有个派对 我们一起去玩吧 我不想出门 一个人在家里都无聊啊 谁说我一个人在家 难道你 对 我金屋藏家呢 藏的什么家 你觉得学霸和学渣 一起考试的时候 主要的区别表现在哪里 主要区别表现在他们所运用的能力上 那具体是什么区别呢 学霸考的是实力 学渣考的是眼力 那你考的是实力还是眼力 我考的是想象力 听说大多数女孩子被强吻以后都会爱上对方 你觉得这个可信吗 不怎么可信 你有强吻过别人没 吻过 后来还脸红了好几天呢 你强吻都干得出来了 还害什么羞啊 我是被删的 宝强哥 什么事 有空聊聊吗 你想聊点什么呢 你比我大几岁 见识肯定比我多 能跟我分享点人生经验吗 这个做人嘛 一定要正直 千万不能找邪门歪道 尤其不能偷东西 否则一定会后悔终生的 听说你老婆当年就是因为被你偷亲了一口 才决定嫁给你的 这个你怎么解释 所以我才说后悔终生啊 宝强 你小时候有想过成为一个明星吗 没有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警察叔叔很帅 所以我想成为一个警察叔叔 那现在没能实现 你会不会很难过 不太会 至少实现一半了 因为你演过军人吗 不是 是我成了叔叔 祖兰 为什么你的节目都这么动 这么搞笑呢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难道这也有苦衷 要不是因为长得丑 谁这么愿意做个逗逼啊 如果有一个大坑 几百米深 你跳下去 你需要什么样的工具才能出来 只需要一根针就可以了 一根针 能做什么 在脑袋上扎个洞 把脑袋里的水放出来 放完一坑以后就可以游上来了 一个人的脑子里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水呢 脑子里没那么多的水 那为什么要跳进那么深的坑里 听说你换工作了 是的 现在在一家理发店上班 理发师 工资还行 比上一份工作高一些 那你怎么还闷闷不乐的 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发 他对着镜子照了一番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对我说 明天我叫我的兄弟一起过来 叫人一起来 那是对你的技术最大的认可啊 我当时也很高兴 正要谢他呢 他却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 你也叫点人吧 倒是别说 我人多欺负你 过年回家玩得开心吗 还是老样子 你妈逼你去相亲了 是的 相了两次 怎么样 喜欢哪个 两个个有优点 一个是好看的年轻小伙 一个又老又丑 但是土豪 不知道怎么选 好纠结啊 有什么好纠结的 肯定选实用的 你觉得哪个实用呢 一张崭新的五十块 和一张破旧的一百块 你说哪个实用 听说你追到一个美女 是的 就你这账相 怎么做到的 他喜欢网络技术强的男生 刚好我要帮他解决了 一个网络问题 所以我们就相爱了 你帮他解决 什么问题啊 他喜欢看优酷啊 问我能不能把视频设置成 高清流畅 没广告 哈哈哈哈 我一下就搞定了 这你妈也能设置的吗 不能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登陆我优酷会员的账号 就行了呀 笨 好明知的优酷会员啊 哈哈哈哈 李晨 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成为你的女朋友啊 没机会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什么 你说啊 我什么都可以改的 我就是不喜欢你 什么都可以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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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强 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逗逼 你不觉得我很喜欢炫富吗 可是你不富啊 是的 所以我选择浪费时间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浪费时间就是浪费金钱 这也是炫富 就是个拖延症嘛 装什么 你有认识卖盆栽的不 认识一些 怎么了 您想卖吗 是的 我老板想在电脑桌上摆个仙人厂 但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仙人厂 不是到处都有吗 怎么会找不到呢 他要的颜色很奇葩 问了好多店都没有那种颜色 他要什么颜色的 他要黄胡色的 他要仙人厂黄胡色的 那 你老板是福建人吧 你怎么知道的 哈哈哈哈 你怎么愁眉苦恋的 我失恋了 那也别太难过了 再找一个就是了 我倒没怎么难过 就是有些问题想不通 什么问题呀 你说为什么 骗钱就是犯法 而骗感情 却不犯法呢 因为 感情不值钱 刚才你付款的时候 我看到你钱包里 有个女孩的照片 那是谁呀 那是我老婆 好老公就是我 我就是曾小贤 怎么突然说起好老公了 一个好老公 钱包里就应该有老婆的照片 你说对不对 你拉倒吧 一个好老公 就不应该有自己的钱包 哈哈哈哈